嗨,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集講 加勒比開小國變成小中國? 英國媒體感慨巴巴多斯不再是小英國? 在9月29日,位於加勒比開東岸的巴巴多斯正式宣佈 這個國家將會從11月30日不再承認英國女王 伊莉莎馬二世為巴巴多斯的國家元首 並且改制為共和國 就在距離決議生效,僅僅剩下幾天的時候 即是11月20日 英國泰吾士報就感慨巴巴多斯 將不會再成為他們的小英格蘭的時候 反而特別發文給中國扣上一頂匪夷所思的帽子 在報道標題中,作者稱巴巴多斯拋棄了英國女王 正在變成一個小中國 隨後並配上這一張標誌著中國在當地合作項目的示意圖 還將它命名為中國正在買下巴巴多斯 巴巴多斯宣佈改制和清除殖民主義象徵的做法 就被解讀成為抛棄英國 可視泰吾士報整篇文章就一直都沒有說清楚 這一件事件和中國到底有什麼直接關係 通過設置引導性的問題 這家英國媒體就讓他們的採訪對象向中國提出兩個匪夷所思的指控 其中第一位本地採訪者就對記者說 巴巴多斯很快就會變成小中國 並稱自己擔心國家會陷入債務陷阱 導致巴巴多斯就好像蜜蜂對蜜唐冠的依賴一樣不斷貸款 以至最終被中國人控制 而第二個本地採訪者就對自己國家顯得非常灰心和喪氣 我們始終要淪為別人的附庸 不是大英帝國就是中華帝國 最近這幾年 上述這種指控經常出現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中 他們甚至為此構建了一個名叫新殖民主義的概念 他們認為中國在藉助國際地位、軍事威懾 以及附帶條件的經濟援助和合作項目 是設法控制 那些曾經被西方殖民者用武力征服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 這篇文章有大半個內容就在重複 新殖民主義這個陳詞濫調 不過作為國際知名媒體《泰晤士報》 仍然是把這個爛題目玩出一個新的花樣 首先就是英國媒體用巴巴多斯攻擊中國 搞殖民主義這個設定本身 就已經包含了太多滑稽的要素了 自從17世紀起 英國就借助堅船尼泡 將巴巴多斯畫為殖民地 200多年之後 英國又用了同樣的手段入侵了中國 一個曾經世界最大的殖民國家 對著兩個自己欺負過的國家 在此大言不殘地說 拿著殖民主義敲打別人 這個場面本身就非常滑稽 同樣作為世界大國 中英分別是怎樣對待巴巴多斯呢? 除此前殖民行動外 根據英媒在2018年的曝光 英國政府曾經長期被脅迫到英國定居的 加勒比移民和他們的家人 都是採取歧視措施 有包括巴巴多斯人在內有很多移民 被非法關押和驅逐出境 這一事件就被稱為帝國疾風號醜聞 相比之下 中國在當地廣泛投資建設的基建專案 其中絕大部分都有助於幫助巴巴多斯實現 經濟獨立自主 此外 中國還曾經在疫情期間 向巴巴多斯提供了援助疫苗 只不過 中國和巴巴多斯這些互為互利的專案 都被泰晤士報當作控制巴巴多斯的罪證 列在圖表那裡 更好笑的就是 泰晤士報用來證明中國壓迫巴巴多斯的證據 居然是中國希望巴巴多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台獨或清界線 可視尊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難道不是國際交往的基本要求嗎? 一個中國原則不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嗎? 中國要求別國尊重自己的主權和國際共識 這樣就變成壓迫了嗎? 按照這個邏輯同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英國 難道你英國也都不是受到我們的壓迫嗎? 其實如果泰晤士報真的對台灣問題 新殖民主義 還有用經濟援助交換政治支援這些話題感興趣 這樣 立陶宛豈不是完全符合這個條件的選例嗎? 根據多家外媒在19日報道 由於積極配合美國炒作台灣議題 立陶宛將會在下週和美國進出口銀行 簽署一項6億美元的出口信下貼議 此外立陶宛當局也都在最近幾個月 將台灣議題作為和美國頻頻互動的交流管道 我就覺得今時今日大部分的西方媒體公信力 就已經破產了 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及支持 下一集再見